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纳指三倍做多TQQQ和标普版三倍做多URPO又拆股了 一拆二 拆股的变化其实就是股数变多 股价降低但市值不变 加息周期一定是大开大合 网格做波段 千万别追高 直接挂单大跌满 当然 不一定固定价格挂单 安比例挂也挺好 今年三倍做多标普和道琼斯 波动会小一些 不想做波段 可能拿UDOW会更好一点 次值是UPRO 如果集中抄底巨头 那么就是FNGU 这是今年最稳的策略 当然 目前财报季开始了 我们视频的重点会重新集中到个股财报上 个股的表现 或者说板块的波动更大 想要赚取超额收益 就只能老老实实地研究个股基本面 记住一句话 每次市场情绪达到冰点的时候 反弹就来了 但目前趋势是加息周期 即使是反弹 更多的是情绪性的反抽 并不是实质性的反转 接下来也不用指望太高 这就好比一个人连续三天被人暴打 刚从ICU抢救回来 是很难一下子活蹦乱跳的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听证会中发言 对首次加息的时间持续模糊 与美联储其他领事 围绕三月份加息发表的大乱评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趁美联储尚未做出任何缩减决定 将在1月的FOMC会议上继续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 鲍威尔也提到了加息和缩表开启后 美国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势度宽松 而非造成经济衰退的过度趋紧状态 总之 这次鲍威尔的口气显得鸽派 这多少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情绪 但我们注意到 到今天为止 共有三名有投票权的联储高官讲话 都是音声嘹亮 所以鹰派的货币政策倾向明显 三月份加息几乎是一定的 近期的波动大概率更多的是存量资金博弈带来的波动 从历史来看 这种情况在一季度业绩真空期比较容易出现 对于美股大盘而言 唯一潜在的解药来了 那就是财报 从投资节奏上来说 马上要面临密集的年报公布了 风格可能又会有一个短期再平衡的过程 我们先来看一家银行 杰弗尔业绩EPS不及预期 尤其是雇收交易部的营收砍办 导致该股当天暴跌近10% 大家都慌了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杰弗尔本季度EPS不及预期 更多的是被一笔一次性的计费所影响 调整后EPS仍然高于预期 雇收部门本来就是高波动性的 杰弗尔本身的雇收业务 就是以高收益债务和信贷杠杆为主 具有特殊性 所以并不能现在就断言看空银行股 接下来要注意大行的走势 这对于支付类 金融科技类股票 消费类股票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就银行本身而言 从加息的时间点来看 后半年加息对于股市的影响将更为显著 而对于利率敏感性的商业银行而言 利率的上升将有助于传统贷款业务的营收上升 总结来说 2022年上半年更多的可能是 在大行的投资银行部和资本市场交易部的行情 而下半年到2023年 更多可能的行情是 在传统商业银行的贷款额上升和营收上升 还是一句话 银行股大跌就是买入机会 每通胀率7% 创4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7%的通胀率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相当于100元的购买率 一年后只剩下了93元 如果听着没啥感觉 再给你们个极端点的例子 委内瑞拉 巅峰期通胀率超过了7000% 也就是现在的100元 一年后的购买率仅剩了1.5分钱 属于烤鸭变成了火柴 全国人民成为卖火柴的小女孩 美联储给自己对的合理的通胀水平为2% 现在超出三倍有余 且为40年来的最高值 市场自然会认为加息迫在眉睫 无论鲍威尔如何安抚市场 数据不会说谎 资金做出了表态 10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上涨至1.74% 不过拜登显然对这一数字早有心理准备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称 最新的数字是一个好消息 汽油价格和食品价格的下降 12月份的月度价格上涨率比上个月有所放缓 这表明我们在缓解价格上涨速度方面正在取得进展 在全美范围内 12月份的汽油价格确实比上个月下降了2.2% 但仍然比一年前高出50% 食品价格当月上涨0.5% 比一年前高出了6.3% 因此不清楚拜登所说的食品价格下跌是指什么 共和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认为 通胀是在民主党人的一档控制下发生的 同时附上了一张动画图 具体的大家看一下视频贴图 民主党曼清又补上了一刀 称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非常非常令人不安 认为自己阻止3B计划是正确的 虽然美国在加工资 但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工人的实际收入同比下降了2.4% 目前美国的经济情况是高通胀低失业率 总的来说不能说太差 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所以很难预料 现在的高通胀是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 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举其南下 不好操作的原因 2022年只能是慢慢加息 走一步看一步 美联储加息将直接导致 社会中多余的资金回流至银行系统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通货膨胀的上涨 同时其他货币流入美国 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其他货币兑换成美元 这其实是增加美元的需求 美元大概率会上涨 可以让美元计价的进口货物变得更便宜一些 有些人认为 如果是美元流入美国 这就造成了美国社会的美元更多 反而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 这个需要动态来观察双方的变量 一般而言 这些资本回流都是有目的性的 回流美元一般会进入债券 股市等资本市场 不会进入商品市场 所以负民影响有限 加息对于贷款买车 买房的消费也有抑制作用 目前主要还是供应链的问题 大量的并价导致人员短缺 这个是加息无法解决的 也是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的 其实 这次CPI数据 又是美联储预期管理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CPI数据符合预期 市场通胀的担忧会有所缓解 就像现在一样 其实 美国劳工统计部早有准备 之前 美国劳工部统计局 已经发出了行动指导型号 即将对其CPI篮子权重 进行一些调整 经过这些调整 将不会让通胀看起来 比现在更高 这个有的人会说厉害了 但对于政府而言 的确是可以进行人为调整 具体你自己的感受如何 是不是最近没有涨价了 或许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吧 目前能源价格 也是影响通胀的关键因素 最新的情况是 寒流即将席卷美国东海岸 天然气需求可能会创下纪录 最新天然气期货价格 暴涨于14% 创下自30多年前诞生以来 最强劲的新年开局 年初至今的涨幅达到了创纪录的30% 但与此同时 由于对欧洲大陆供应紧缩的担忧缓解 欧洲天然气价格连续第四天下跌 美国向欧洲盟友保证 对付俄罗斯 更多液化天然气将从美国去往欧洲 英国有望在本周末之前 再接受六批液化天然气货物 以确保整个冬季的库存水平 最近 为缓和乌克兰的局势 美俄举行会谈 但双方过招7.5个小时 毫无进展 英国投桃暴力 厂外的英国国防大臣 本华莱士隔空向俄罗斯放狠话 警告普京不要轻视英国 历史中写满了低估这个小岛的人的后果 华莱士提醒盟国 应做好最坏打算 以防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华莱士强调 英国对于美国本周的外交努力 继续寄予希望 其实本质上 这次美俄会谈 俄罗斯非常清楚 和拜登政府谈 是谈不出啥结果的 因为国会那边 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支持 谋求的只是暂缓制裁 进行战略部署 而拜登政府现在的外交 也是比较奇怪的 似乎只要是在谈 就是外交成果 无论是不是真的会出什么结果 所以双方都只是派出副手 进行象征性的会面 省得镇主出现 一步就谈死 就没法继续玩下去了 最后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达美航空的财报 达美航空算是先行指标 其他航空公司公布财报的时间 略晚于达美航空 美联航将于19日公布 西南航空将于27日 美国航空是28日发布财报 达美航空的财报 将成为行业的先瞻指引 具有重大的参考役 一般而言 同美国其他航空公司相比 达美航空在营收 净利润 EPS等方面均相对表现良好 今天美国盘前 达美航空公布了 2021年第四季度财务业绩 数据显示 公司第四季度营收 94.7亿美元 预期是92.11亿美元 2021年调整后 税前亏损为34亿美元 市场预期亏损为32亿美元 展望未来 公司预计 2022年第一季度的运力 为2019年同期水平的 83%至85% 达美航空表示 由于Omicron变异株 预计需求复苏将暂时推迟60天 但对春季和夏季旅游旺季 充满信心 财报只能说是一般 财报前 美国银行分析师将达美航空的评级 由中性上调至买入 目标价由46美元 上调至48美元 该分析师看好的理由是 达美航空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和股票被稀释的可能性有限等因素 另外 该分析师还赞扬了达美航空 相对于同行的运力调整能力 以及较低的估值 并称 对于达美航空而言 由于预期任何运力的增加 都可以帮助该公司 恢复疫情前每股收益7美元的水平 下面我来看一下 目前这个航空行业面临的困境和机遇 我们先来说困境 第一个 美国新增感染病例破百万大关 机组人员和机场工作人员中确诊病例激增 他们被隔离以及一些旅客可能推迟旅行 第二点 冬季的恶劣天气 暴风雪袭击了从西雅图到华盛顿等 美国最繁忙的一些机场 自圣诞节以来 航班大面积取消 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数万多个航班 航班中断造成的损失尚不清楚 但假日期间对航空公司来说至关重要 航空公司高管预计 这段时间将是疫情以来最繁忙的一段时间 第三点 油价高为震荡 航空公司的燃料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甚至还有许多分析师预测 油价将在今年达到每桶100美元 燃料劳动力成本以及利息成本 将会导致机票价格上涨 但这部分费用将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第四点 目前航空公司的交通量 又回到了接近2019年的水平 甚至一些非常悲宽的预测 仍然认为交通量在几年内达到这些水平 那么上面问题这么多 为何这个阶段股价仍然表现不差呢 原因就是一句话 市场提前预判了你的预判 我们说过 接下来经济将向由服务和旅游驱动的复苏过渡 机构之前判断 2022年下半年旅游业将复苏 机构早已布局疫情复苏股了 所以即使疫情爆发 机构这个时候也不能怂 所以大家看到 机构都一致畅多 如果承认疫情严重 估计机构都会亏死 例如华尔街一些多头都上调了航空公司的评级 加上如果群体免疫成功 口服特效药出来以后 表明投资者认为 接下来航班需求会持续增加 无论目前有多困难 预期是暂时占上风 关于航空公司还有一个插曲 朝鲜一周内两次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美航空公司部分飞机处于安全考虑停飞了 北美航空司令部就朝鲜发射导弹发出警告后 美国罕见地要求一些飞行员短暂停飞 北美航空司令部指责 朝鲜试射导弹 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 这次停飞不是出于害怕 而是属于正常顺序 美国联邦航空局在北美防空司令部行动中心 有一个常设联络员 因此会有一些操作 韩国认为 这次朝鲜高超音速导弹的最高速度 达到了音速的10倍 并能在飞行过程中进行机动变化 最终命中了1000公里外水域的靶标 这是金正恩掌权以来的10年中 朝鲜的最优先任务之一 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 都表示已经成功拥有这项技术 而俄罗斯一般被认为 是迄今为止该技术的领导者 发射后 日本首相深感遗憾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评论 美国对于朝鲜的对话持开放态度 美国对讨论新冠疫情和人道主义持开放态度 而他们却在发射导弹 这次发射 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议 我们表示谴责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后请大家注意 航空股不是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的生意 主要是航空业是一门非常艰难的生意 因为航空公司提供的都是无差异化的服务 很容易陷入囚图困境 如果竞争对手降价 你不降价 你没有生意 如果竞争对手降价 你跟着降价 大家都没有利润 此外 航空业的成本还深受原油价格波动的不利影响 航空业在某些时候值得投资 就是在股价大跌的时候 因为是刚需 航空业的客座利用率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客运里程数还会继续走高 有强劲的现金流和利润的反弹 属于典型的经济复苏股 但一定一定是逢低买入 适当做波段 祝大家交易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